这个秋天不知道您有规划出门旅行了吗 接下来我们要带您到草陵古道走一趟 除了欣赏沿途的自然风光 一年一度的芒花花季也已经展开了 闲来无视的短暂假期 这是最适合登高望远的好日子 背起行囊跟着温柔的阳光前进 火车的声音令人倍感熟悉 在这个秋高气爽的日子里 离开城市的喧嚣 今天我们搭火车到福隆 不是要去海边 而是要往山里去 跟着我们的脚步一起到草陵古道 欣赏一年一度的芒花季 下了火车往草陵古道的入口出前进 这段大约四公里的小路走起来并不算太轻松 但是在每个转弯处都有惊喜 像是这间坐落在竹林里的猫屋 超过三十只大猫咪小猫咪 就这样闲散在庭院前 顾盼自如地享受日光雨 继续前进 听到蝉蝉的溪水便是抵达了远望坑清水公园 这里才是我们芒花行的起点 跟着大队人马一起上山 草陵古道是属于淡兰古道的一部分 早期先民要从蒙甲到宜蘭 就是要这样翻山越岭 如今百年后的古道仍是已飞 但是依旧能在细微处 发现古人开辟山林的痕迹 距离入口处不远的地方 有座叠死马桥 之所以这样命名 还真是因为过去 有马匹在此衰落而得名 步行到大榕树区 不少山友会在这边稍作休息 补充体力后继续上路 看到这片大草地 听说呀 这里可是随时会有架杠的台湾牛出没呢 这里就是位于草陵古道山腰上的雄镇满烟 它不但是三级古迹 也是台湾目前现存最大的石碑 仙人复杂的痕迹在古道上比比皆是 来到这边的游客都准备齐全 有的泡茶有的吃起便当 一伙人聚集在一起好不热闹 你们特别都喝 这边有还有东楼 没有没有 开玩笑 抵达崖口我们终于见识到所谓的虎兹碑 相传是总兵刘明登 走过草陵古道时狂风大作 因此才立被镇压 就是用原始 它石头是什么样子的 但是日记时代的碑有很多都被铲除掉了 从这边望去看到满座山谷的白色芒花 山友们也鼓噪了起来 我想这就是来到草陵古道最丰盛的礼物了 满山遍野的芒花在秋天换上白衣 随风摇曳起舞 树大便是美这句话 在这边完全能用心体验到 梁亭正是东北季风的迎风处 背山面海 在雾中隐约看到贵山岛的身影 让到访游客望却山下的纷扰 暂时享受这样的海天一色